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大媒体也渐渐将水润饼推广给大众知道 本组选择水润饼为主题 是因为去年开始研究专题时 新竹市政府正好大力推广水润饼而成为本次的研究对象 以下是我们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 本组希望研究结果可以提供德龙商店 作为行销改进的参考 接下来是我们的研究流程 以前神明出巡时胸前就会挂着用一条红线串起的水润饼 它的外观看起来像圆扁朴实的大饼 水润饼有塑膠袋及麻布袋两种包装 价格为一包十个45元 另外网路上也有卖家在进行代购 转售后价格提高 本组实际到城隍庙附近访查 发现在观光客多的地方价格更高 接着是它的制作方法 我们将水润饼与竹签饼做了下列的比较 水润饼的原料叫竹签饼简单 水润饼种类只有一种 包装叫简易 竹签饼种类有四种 分为单格包装经精美礼盒 在价格方面 单个竹签饼的价格足足比水润饼贵了八倍以上 另外在包装上也有差异 因此水润饼将来若要以送礼、特产、围岛项 我们建议推出改良的包装 会吸引消费者青睐 人众和SWAT的分析、SWAT的交叉分析、PSD分析、四批分析得知 便宜分量大的水润饼都是当天全手工制作 无人工添加物 可以在室温放置三到四天 除了食用外 也是每年成黄叶诞成的供品 近年来有许多人研发创新吃法 但由于人手不足 无法接下大量订单 一致产量不足 更不用说有会活动促销 因此建议增加人力 加强员工训练 使产量增加 进而提供商品组合 此外 德龙商店未处偏僻 使顾客寻找困难 因此建议放置入海指引 并增加代理商管理机制 近期物价狂飙 转售商趁机提高价格 因此建议建立自家通路 稳定市场价格 再进行促销降价 在网路爆炸的时代下 电商兴起 网路行销盛行 因此建议 德龙商店建立自家网站 提供宅配服务 让更多消费者 可以回味童年记忆 尤其近年来 限述政策实行后 必须更改包装 增加竞争力 从STP分析得知 德龙商店主要消费者定位 偏向于老年及幼年 近年来其他高品业者兴起 虽然德龙商店历史久远 但在经营管理上 有需加强 接下来报告的是问卷分析 本问卷共发放100分 有效对象皆为女性 年龄距离在44岁以上 消费者购买地点为 新竹城隍庙 用途是自家使用及拜拜 普遍消费者在价格方面 都可以接受 我们发现顾客特别重视 产品品质与环境卫生 对包装精致度则较不在意 所以现况已能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 另外在取货速度 店家服务态度 以交通上是否方便来说 是消费者相当重视的 接下来是结论与建议 从行销学的STP来看 在商品方面 随论并坚持以纯手工制作 加上服务优良 抓住了顾客的心 在价格方面 发现顾客对价格定定是满意的 所以可以稍微调高 因此在分析中找到了这一项优势 在通路方面 目前只以实体店面为主 且在新竹仅一家贩售 店家数显少 在推广方面 目前无任何推广活动 仅以在住家附近路过 才能得知水润饼的服务内容 推广力度还需加强 再来建议的部分 因为大量制作 人手不足 所以建议可以多雇用短期工读生 而在销售部分 价格便宜 则利润低 因此可以提高价格 让利润提高 因其销售通路少 依靠别人转卖而至价格拉高 我们建议推出载配服务与幼儿园通路 另外缺乏品牌推广活动 建议可以推出品牌行销方案 例如德龙水润饼 最后因限速政策实施 建议可以更改包装 吸引消费者轻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